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阿比良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现在啊 咱们的总爹 以色列 很不幸的 发生了内讧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让我们这些 远在华夏大地的 这些小儿子们 超随了心啊 尼泰尼亚胡来说 这是一个紧张的早晨 他在一条推文中啊 将10月7号的袭击啊 归咎于这个军事机构 遭到了以色列政界的一系列的批评 事件是这样的啊 那么总理尼泰尼亚胡国防部长 加兰特和议会议员坚持 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扩大在加尔沙的地面行动 同时表示 该国比一王任何时刻都更加团结 尼泰尼亚胡随后在推文中 指责军方和以色列情报部门 新贝特 评估哈马斯 被吓到 并希望达成和解 对将军以色列战士内阁成员 根治 敦出尼泰尼亚胡撤回这个声明 以色列反对派政治家Lapid 也猛烈抨击尼泰尼亚胡 称总理跨越了红线 尼泰尼亚胡随后删出这条推文 国家安全部长兼极右翼领导人 本格维茨表示 遏制政策想象中的威慑 以及以高昂代价购买战士和平 这些是所有罪恶之父 以色列外长阿什肯纳基和工党主席米凯利 所以我也加入了对尼泰尼亚胡推文的批评 然后尼泰尼亚胡发了这个道歉推文 称他错了 我也是道歉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咱们的总谍啊 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呃 这个是他们高层出现了裂痕 也就是说 尼泰尼亚胡 毕竟他是一把手 他被放在火架上面烤 他代表的以色列政府在对抗全世界 对抗全世界 你就没好果子吃 啊 大家要明白 人家说 我们是不是拿他没有办法了 啊 拿他们没辙了 啊 我跟我讲 真不是这样 呃 他们长期以来 在全球当中 很多贸易当中啊 做了很大的生意 早就有很多各个国家的本土势力 啊 想要取代他们这些这些业务 早就已经他妈的要等一个机会 现在他们如此反人类 怼天怼地怼他妈空气 啊 为了当西母来第二 啊 他们居然 做出如此这个惨绝嫩患的事情 加沙第一代现在空袭被炸死 八千人 百分之四十是儿童 四八三十二 三千两百名儿童 你想想看 你你小时候 那么小 和你的小孩现在在这个岁数 被炸死了 啊 大家请你带路一下 自己换位思考一下 你是你什么滋味 对不对 我在萨达勒 我在萨达勒 那个那个大街上 我看到那些儿童的 一个个照片的那些纪念馆 我看了一下 啊 都是 差不多都是同龄人 啊 对吧 但是他们的人生就这么没了 挺让人心痛的 对不对 他们凭什么遭受这一切呢 这一切不就是这些可萨佬 带给他们的吗 所以说他们的高层 这帮人 他的这种决策 是会引发全世界 这一百二十个投战胜票 国家的这个众怒的 大家就是会收拾他的 现在就开始排他了 啊 他不是说什么 反游吗 现在大家就是在 就是在排游 啊 从企业到媒体 一个一个开始给给你进化 为什么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他们欧洲 自己 我们看到在 旧金山 在芝加哥 在纽约 在洛杉矶 那么多人 深远巴勒斯坦 那么那么多人走上街头 在欧洲各地 在伦敦 现在在世界各地 每个周末 全是上街支持 巴勒斯坦的 啊 为什么啊 工作日 大家都工作 周末全是出来支持巴勒斯坦的 为什么 你的舆论 没用了 你的舆论失控了 你拍的那些 好莱坞的那些片子 政治正确的片子 现在也没人看了 所以说他这一波 特别是他的这一种 啊 邪恶 大家都已经觉醒 都要什么 反抗他 所以我说过 我之前讲过什么来着 日 环石 出现 这一颗月亮的阴暗 被暴露无遗 这颗月 月亮 让我们看清了 那大家也就觉醒了 大觉醒的一个时代 对吧 他现在一会儿跟什么土耳其断交了 跟沙拉特又是过去僵局 跟埃及 又是下午下午别人 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打黎巴勒吗 黎巴勒的真主党啊 很厉害的 他的情报和战术水平都比较高于 以色列现在这个军队 你跟他打这个地面战 他打不过的 在这边人家持续在这里炮击他 以色列那个北部 已经没有什么还手余地了 现在在加沙地带打 所谓在加沙地带打 也就是靠在海边 进去那么一点点 进去这么一捏捏 像你一个指甲盖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一捏捏的地方 然后在加沙的围墙外面 一个农家乐 树立以色列国旗 说占领加沙了 他的整个高层 就是内塔尼亚湖这个人 他不想去担这种责任 因为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是打赢了也好 打输了也好 他都是要滚蛋的 但是他还想做 这个人是对权力 有极强占有欲的 对权力没有极强占有欲 他会站在这个上面的吧 不会啊 这就是高层的 内乱 高层的内乱 而且据说这一次在美国 有很多的游行示威 背后支持者是索罗斯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对不对 这个呢 我个人感觉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永远都是两手抓的 就跟什么 就跟这个同国为和这个龙克多 一样的 两头两边下注 这这边在这边搞啊 反反对以色列啊 这个支持巴勒斯坦 他这就是他们保留火种的一种方式啊 你到那里一看 美国这些啊 可萨佬啊 对吧 都出来这个这个反反对这个以色列啊 那他妈的啊 这个 还是可以的嘛 那我们不要搞他们了 他保证了他犹太社区的一个安全 这是他的一种套路 他信这个教 他就是高度排他的 你不是这 不是他们这些人是不能信的 你高度 一个高度排他的教 对吧 然后你跑过来跟我来讲 说 他们来反对巴勒斯坦 你开什么玩笑 你索罗斯来出这个钱 你自助 你去反反对 那阿拉伯之村是他妈谁搞的 乌克兰这边的装甲又是谁 啊 他们就喜欢拍这个电视连续剧 啊 你千万不要 哎呦 怎么美国这边还要 还要这个 可萨佬他们也出来这个反对以色列的吗 包括以色列自己国内也是他故意组织啊 所谓的这个这个啊 反战啊 对吧 这个也是啊 有很多他这也是假的 啊 给世界余人看到 哎呦 哎呀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都要打仗的吗 啊 所以说你看啊 我们对他们不要太坏啊 啊 我们要针对利库德集团啊 都是什么 在捞取啊 政治资本 在保全自己 两头吃 两手抓 刀切豆腐 两面光 搞这些东西东西 他们这个鬼把戏 他们这个这种操弄 能骗到过我们中国人吗 我们中国人天生都是会搞政治的 啊 中国人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在搞政治 啊 中国人城府其实蛮深的 我们政府不是我们在全世界各地能能能能够啊 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据点吗 只不过是被他们西方刻意系统性的打压 如果你中国现在有像他们这样的宣传能量 全球这么多军事基地 各个国家经济全都被中国控 中国人控制掉 对吧 你像在这些伊斯兰教国家 你像在印尼 怎么为什么他们要搞排华 马来西亚这边 经济全都中国人控制了 华人控制 对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扩张全球影响力 这个必须都是很重要的 啊 该建基地建基地 该怎么样就要就要怎么样的 把国内一些啊没什么机会的啊 无所思事的都弄弄弄过去 对吧 搞这个搞这个移民计划 殖民啊 软向殖民啊 这个这个东西也要搞的 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世界资源就那么那么大 蛋糕就那么多 用美国妈咪可扫老 洛克菲特的话来讲 可口的点心那么少啊 你不吃别人就会吃掉啊 这个话其实说的也没错 贪心大有必要 人家是这样讲的 哈哈哈哈 啊 贪心大有必要 所以说呢 啊 他们不是这样最聪明的人吗 我们要善用他们的智慧 所以现在他的高层都不团结 他的前线士兵也不团结 啊 哥儿几个谁先去死 总理的儿子呢 在哪里 没没看到 这留美国啊 在打快炮呢 啊 吃好吃的 啊 滞留美国不归 那他也没士气 没士气体验在哪里啊 在以色列南部 又被哈马斯拿椭圆带给炸了 炸了一栋民宅 现场去救援的警察 军人 这些武警 呃 然后还有这个消防队员 还有群众 在那边眼里没活 大家都那晃来晃去 都不知道该干嘛 就眼里没活 这就是一个没士气的一个直接表现 对吧 你要么你就指哪 指哪 打哪 你眼里都没活 大家都那个 都这样 都这样 这就是平时的这种 天天说什么 全民齐兵 全民齐兵 啊 天天什么 天天都在当兵 当兵啊 好像搞得很紧绷一样的 但实际情况 又怎么样呢 全民当兵 这种政策 我觉得本身就没有什么屌 屌意思 那台湾不也全民当兵吗 那他他妈有战斗力吗 南方不也全民皆兵吗 他有战斗力吗 在美国他妈的洛杉矶那一边 搞了一场跟他们老黑这种战斗 对吧 老黑他们本身就不会打仗的 会打仗 他们还会当黑奴啊 老黑我就跟你在讲 对他的这种崇拜 本身就是错误的 大黑棍子 大黑棍子有什么用啊 历史上那到处都是被人给殖民的 被人给奴役的 他不会打仗 你韩国人在洛杉矶九三年打跑一些老黑 你算个屌 如果是他妈朝鲜 人民军呢 啊 也都也都退役的 你打了过他们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吹的吗 神乎其成 啊 对吧 你韩国人天天喜欢什么 双开门 啊 练身肌肉 搞搞一些东西 有这种龙毛焦虑外贸焦虑 你正能跟北朝鲜打起来 你打了过北朝鲜 那那那那一些吗 打不过的 所以说他搞这一套 没啥屌意思 军人就是要经过严格体检 严格的选拔 严格的政审 这选出来才是正儿八经的当命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舆论 啊 他们内部也不团结 国内啊 有有民众也跟他们是不团结的 啊 士兵士兵之间不团结 士兵跟高僧之间不团结 高僧跟继承之间不团结 啊 对吧 盟友之间不团结 啊 对不对 啊 去打加沙 清清道路 啊 他们现在在那边扫那个坑 看哪些这个 瓦砾下面有这个坑 你在那边扫了 导弹马上就打过来 火炮马上就射过来 对不对 你要去剿灭打城市巷战 没有这么一回事 狂轰烂仗 这叫他妈比起打仗 好章法 啊 全世界引起全世界的众路 在尤其在中文的世界 他们都没想到 怎么反响这么这么大 好章法 好章法